如果你现在也是一个负债人的身份 我建议你可以停下脚步来听听这期视频 我相信对你来说一定有帮助 就是如果你欠了很多平台的一个欠款 尤其是欠的网贷 而且金额都不是很大的一个情况下 我建议你 优先去处理掉这些小的网贷平台 之前的时候我建议大家 优先去处理抵押的贷款 优先去处理信贷 优先去处理信用卡 然后到最后再去处理网贷 对吗 但是今年真的是不一样了 特别是很多的网贷平台 一般三个月之后 很多就会债权转让批量起诉了 一种小的网贷平台 金额不大就几千块的 因为这种的真的很容易被债转 然后被批量起诉 一般的就不太好对付 要么就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暴力催修 然后批量起诉 这两个结果我相信大部分负债人 都是非常头疼的 而且你一旦被诉了以后 你再去跟他协商难度就一般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的办法就给他凑齐了 想办法跟他谈本金结型 大家听懂了吗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